我們後面慢慢看到 是什麼 一般尋跟詩的本身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是反而尋跟詩是我們應該需要用的工具 可是什麼呢 可是 關戴了二殘天 關戴三殘天 關戴四殘天的話呢 他就是 修行的障礙 就是修持二殘天三殘天四殘天的障礙了 他自己本身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就像什麼 我應該這樣舉的例子 你看我們說 下世道 中世道有沒有任何問題呢 我們說 沒有任何的問題 可是從 中世道的角度來看下世道的話呢 下世道是不是就是有瑕疵 有問題了 我們要修的是什麼 我們要是 共下世道 可是從中世道的觀點來講的話呢 這就是有問題了嗎 一樣嘛 中世道本身 有沒有問題呢 他沒有問題 可是什麼 從 上世道角度回去看的時候呢 中世道是不是 中世道是升起 上世道的障礙 為什麼 因為中世道是 只為 自我去需求 洩脫的這種心事來講的話呢 這是障礙著我們升起 上世道了 一樣喔 那個 巡 跟 詩 本身在出產的時候呢 它是 不可或缺的 一定要需要的工具 可是 從 二禪天的角度回去看來講的話呢 如果沒有離開 巡 沒有離開 詩的話呢 他升不起二禪天的 他升不起二禪天的 所以他在離開或者把這個 一一的工具 一一一的去除掉的時候呢 對他的這個眷念或者這個貪著的時候呢 一開始 對 巡 跟詩 都還沒有對峙的時候呢 什麼這個就講我們叫什麼叫 出禪天的 特殊整形 特殊的整形 所以 在於 出禪天的時候我們也順便複習一下的話呢 出禪天它是不是有 有 三個之分也好 五個之分也好 都可以說 三個之分是不是就是 所有一切都共同的 對峙的之分 利益的之分 或者利益功德的之分 跟 安住的之分 那 巡跟 詩 等於是什麼呢 就是對峙的之分 在觀察 我在出禪天 我的禁有沒有跑掉啊 我有沒有安住於正行啊 我正行的這些 對不對就是這麼的 由巡跟詩在做的 那 由這些巡跟詩而 獲得了什麼呢 它是不是說 喜跟樂了嘛 喜跟樂就是所謂的功德了 以及 可以安住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禪定了 五個之分嘛 它所謂的 巡 詩 喜 樂 定 五個之分 這五個來去做了 那 在於 二禪天的時候呢 二禪天的時候 它是什麼 我們 前面講的 它 因為已經離開了巡 跟詩 它後面有沒有什麼 我們在講說有個內境嘛 內在的清淨 內在清淨 所以 內在清淨的變成是什麼 它的 對峙的之分 那 什麼叫做對峙之分 它在對峙什麼 或做什麼 我們後面 都準備會解釋 而 一樣 它在 功德的時候這邊沒有區分 它是什麼 是 喜跟 樂二者 以安住的之分來講也沒變 就是 定 所以它是四個 這四個 所以 可是它還是有差別嘛 前面不是有 剛剛講是由巡跟詩 這邊是為內境了 那 三禪天 又完全不一樣了 那 三禪天的它的對峙之分是什麼 是 正知 正念 行舍 對不對 我們所謂的行舍是什麼 是我們在於 舍 受 想 行 舍 無者當中是不是 行舍嘛 所以我們上次跟大家講過了 舍 可以分好幾種的 我們主要的部分是有分 行舍 舍受 舍無量 是不是我們來講這個來講的話有 行舍 舍受 受無量 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這邊來講的對峙的這分來講 不是在講說舍受 也不是在講說什麼 也不是在講 受無量 或者說 舍無量對不起 應該也不在講舍無量 現在講什麼是什麼 是在於 行 就我們在武運當中的這個行 那 武運當中這個行 當中有一叫 我應該說 這裡面有所謂的舍 這個行裡面的舍呢 是這個行的 來講 所以我們這個來講說 正知 正念 行舍 三者為什麼 這為 三殘天的對峙的之分 他的功德的之分是什麼的話呢 這邊就是 因為我們 在於喜跟樂我常常會搞混 大家可能就是要提醒我也好 或者我們來講的話呢 我們 我常常會 會有一些的 不是故意 可是我說我們常常來講的時候 因為什麼後面來講的話呢 那 在於三殘天的話 他這兩者當中 會離開一個 留一個 什麼來講的話呢 我們 看一下 我們 我們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說 三殘天不是有說 有所謂的 正知 正念 舍 以及什麼 樂嘛 他是什麼 離開喜的樂 離喜之樂樂 前面的 初殘天 二殘天 他是喜樂並行的 喜樂並行 所以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上 放假之前 我們是不是說 匹伯沙中跟 我們上部派這邊對喜跟樂的定義 就完全不一樣了 以 匹伯沙中他認為說什麼 喜跟樂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心事了嗎 以 上部派來講的話呢 他的認知是什麼是 喜跟樂是兩個不同的心事 可是什麼是 由一個心事來 來做 他做不同的 功用 做不同的角色 辦不 他不是完全兩個 不一樣的東西 不是像 我用金書的用詞來講 他不是在講一個是 體性是 意的 兩個心事 他在講說什麼是 體性唯一的這個心事來分出 兩個喜跟樂了 可是 他種子是體性是一的時候呢 不代表說他 永遠都是在一起的 我們在三禪天的話 他什麼他是 沒有離喜的樂 離開喜的樂 在於 初禪天 跟二禪天是什麼是 喜樂是一個心事 並在一起來講 和這個 喜 樂 等等的話呢 我們都什麼呢 都是我們所謂的受 一般來講的話 喜樂 色 是我們所謂的受 我們後面 慢慢會開始跟大家介紹的 受來講的話呢 受我們一般分什麼 我們分五種 有五種受 簡單來說是什麼是 樂 苦 舍 可是 廣分的話呢 樂這邊會有分兩種 苦這邊也分兩種 舍受 那樂受是什麼是 我們有所謂的意識上的樂 跟根式上的樂 意識的樂 跟根式的樂 以及 同樣 我們在 苦上面有什麼 意識上的苦 跟 身上的 根式上的苦 根式而生的苦 是不是 樂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 或者我說樂 你看 我們 是不是知道 有些樂出是內心創造的 可是有些樂都是 根式而生起的 什麼比如說我 碰到柔軟的東西 我碰到好摸的東西 或者我說 以前 我記得像 像我現在看到小朋友 我常常記得說什麼 自己小時候很愛抱 那個一個棉被 是不是 那都是什麼 那等於都是根式而生的樂 是不是 是不是我還記得有一次那時候 我小時候那個 去外面的時候一定要被 抱這個 大家都覺得那個東西好臭 怎麼有一個味 可是就是自己 自己沒有那個味道 沒有那個觸覺 就覺得睡不著覺 就一定要 來講那個都是汗臭味 都已經有那個酸掉的味 可是自己就覺得說 不能讓人家洗 一洗就沒有那個感覺 怎麼來講 那是不是都所謂我們說 根式而生起來的 內心的一種滿足 一樣 苦受 是不是也有 意識上的苦受 根式上的苦受 那意識上的苦受是什麼 我們大家應該知道了 不一定外在的享受很美滿 可是內心就是不快樂 那根式上的苦受有沒有 當然啦 你捏我 或者有時候被割傷 或者有什麼等等的話 那是我們根式而生起來的苦受 所以有這兩種的 那所謂的捨受什麼就是所謂的 不樂不苦的 不樂不苦的受為叫捨受了 不樂不苦的捨 我來講 當然 我們叫三殘天 為什麼要叫說 無喜的或者離喜的這個樂來講的話 我們後面再介紹之分 我們會 詳細詳細的跟大家介紹 那一樣 是不是剛剛講的 對字的之分是什麼 就是 正知 正念 行捨 所以 這邊來講的話 要什麼大家注意是說什麼 我們 這個兩個 雖然兩個是捨 兩個都取名為捨 一個是 行捨 也有一個是捨 捨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作用就不一樣了 新鎖就不一樣 一樣取名為捨 可是一個是行的 一個是瘦的 我們是不是 舍 瘦 想 行 是嘛 一個裡面是屬於瘦的當中的這個捨 一個是屬於是行裡面的這個捨 來講這兩個是完全 不一樣的 那在 三殘天的五個之分當中我們剛剛講的 以 正知 正念 行捨 這三個是什麼 是屬於是對之的之分 而 什麼 禮喜之樂 是屬於說什麼 是屬於是 利益 功德的之分 那當然 定是什麼就不變了 就是安住的這個之分 以五個 所以 是不是我們上次也跟大家講是 很好記是 五四五四 出殘天有五個之分 二殘天有四個之分 三殘天有五個之分 那 四殘天的之分是什麼呢 我們說四殘天是有 有 親近的念 親近的行捨 親近的 應該說正念 還有什麼 親近的 行捨 這二者 這二人是什麼 這二者是為 對之的之分 而 在於四殘天的時候 我們剛剛 在開課的時候也跟大家略略講 是不是 出殘天來講的話呢 都是 出殘天 二殘天 三殘天 這時候的殘定的 應該說 功德 利益都什麼的 都不是 樂就是喜 到四殘天才是什麼呢 他這邊沒有喜沒樂了 更不用說是 苦啊 那更不用說這個來講的 那 這個時候 他所留下的是什麼呢 在四殘天以上 只有 舍受了 那 當然 大家要知道說 我常常 也以前跟大家解釋 也常常被人家問說什麼 那我們講 舍受 舍無量 這樣假設這個人是不是 沒有感情了 或者我們用 加上現代人的 用詞是不是 他常用說 沒有feeling的 好像沒有 沒有那種 不能 感同身受了 你知道他沒有的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了 他的受 是可以感受這種的 喜怒哀樂 他感受到喜怒哀樂的時候 他自己的心事不是會有 樂 也不會有 有 他是很 他不是有樂不是有苦 他是 很平穩的來講 縱子你看他生起悲心 這個菩薩生起悲心 如果他是依循著這個 舍受 來講的時候呢 他可以感受到 眾生的苦 也知道眾生的可憐 可是他生起的那個 感受什麼 不是 苦受 也不是樂受 而是捨 為什麼呢 因為 不管是 樂受也好 或不管是苦受也好呢 他對我們自己內心 都會有一些 波折 他沒有辦法 很專注的 與移境 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受 那當然 同樣的經驗大家知道 我們如果很苦的時候 你要內心安穩 不太容易 特別是我們身體不舒服